新世代的Lamborghini 它真的是要让大家看到 我狂 而且还能更狂 现在要看到的就是旗舰超跑 Ruboto这动力 小一个告诉大家 已经是破1000匹了 它的动力现在因为加入了 Hybrid有点恨的动力系统 所以冲力来到了1015匹 非常非常的强 那这部车我相信大家看到它的第一眼 就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 关于这台车所有的科技的一切 因为真的是太诱人了 那当然你了解到这台车的历史 你可以回推到最初 就1966年那时候 第一代的MURA MURA被视为是超跑的起源 所以Supercar就是从MURA开始 然后再来的Countage 我相信很多朋友 他小时候看过那个Cannonball的电影 可以看到那个Countage 跑给警察追 那种不羁狂放的那种印象一直留到现在 那接下来经过好几个世代转变 到现在这台车越来越狂 如果我现在我是国中生 我的房间的海报应该会是这一台 这就是唯一的代表性的那种感觉 对 因为它很多的元素都让它看起来 一眼就印象一片格 这是一种style 一种速度 给一种科技的代表 把这个三个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一路车的样子呢 就是这台车的样子 对 你看到它前面的车头 它这个Y字形的元素 我相信在之前的一些 比如说它限量的车款 或者是Aventador 我的Aventador一路传承下来 这些元素Y字形 还有六角形的元素 冲刺了整部车的所有的角落 那尤其是比如说 我刚刚站在这里 突然我发现 从这里看下去 整个车头也是一个Y Y字形之外 然后整个车头是非常尖锐的那种设计 那完全就是符合的速度 跟空气力学的那种印象在这里面 那当然我们比如说 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边它的车側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 一些可以去介绍去欣赏的地方 那从车头的Y字形的这个头灯 一路过来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轮圈 它是前面是21 后面是22寸的 那这个碳纤维的桃砂 那里面的活塞 是石活塞的卡钳 那石活塞卡钳呢 其实你不要觉得说 它活塞的大小都一样 不是它有小到大 相对它是可以借由小活塞 到大活塞的力量施压 让这个非常大的碟盘 然后可以用线性的稳定的 非常有质感的那种自动的反应 那顺着这个车头来到车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从前面白板 买买的空力设置 对 前面的车头进去之后 从这边侧边出来 那这个侧边的旗片 然后来到这个通道 这个部分呢 这个地方很特别 你可以看到这个线条 这一块哦 对 这个线条 你会看到 这是一个锯齿状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设计其实从车头到车側 都互相呼应着 那甚至于你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 都是通了 对这个气流都从前面进去到出来 这个整个空气力学还有增加的整个效应 是可以提升到更好的 比如说它的空气的效率就增加了大概60%左右 那下压力也增加了非常的多 让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是非常稳定的 那你可以看到非常低矮的车身 比如说这个车高就只有到到我的腰而已 这个非常低扁的设计 而且它是碳纖維的车体 是的 这整个碳纖維的车体的部分 比如说它的重量 虽然说它的技术是延续的Aventador而来 那它在整个重新设计的碳纖維的架构 比之前要减少10%的重量 然后刚性增加了20% 所以相对的这个在兼具的轻量化 更强的车身 为的是要符合动力更强大的引擎跟油电科技 我们站在这一侧 刚刚你在讲这个线条的时候 我们一定就看到这个 因为它是新世代超炮 它一样是插电式油电混合 没错 所以在这里充电吗 不是 非常特别 你会以为这是充电盖 不是 这个是加油的 那充电孔的部分在车头 但是它侧面我已经没看到任何其他充电孔的地方了 来来来 我给你看 哇 你看这个门多美 对 在窃箱盖吗 对 它在车头的部分 我们要打开窃箱盖 对 它在车头呢 哦 有置物空间 这个置物空间 然后还有充电的插孔设计在这里 这你大家一定没想到吧 对不对 ROTO的充电孔是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这个用7KW的电力的话 可以30分钟就把这个3.8KW的电池充保 所以它在 因为它其实只有三度电 然后它的存电行驶是10公里 10公里 其实10公里大概就是让你很安静的离开社区 深夜回家的时候 蹲起木林 是 可以当一个好市民 对 但前下跟下面的储物空间 我觉得也还蛮适合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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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整个在存电模式下 它的最高速度可以到140公里 所以相对的 比物质还在快一点 对 你可以很迅速的再不影响到你的心情 因为毕竟坐上Lamborghini 通常就会迫不及待想要吹油门 去感受它的奔放的那种速度 好 那视线来到了车尾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车尾是 这个ROTO它最最最最有话题性的地方 因为你如果站在正中间往前面看 你会觉得这不是一台车啊 我真的觉得你在看工艺 火星来的太空船的感觉 你想中间这个部分对不对 就整体的感觉都是啊 你看着很多非常多的 镜排气的旗孔 然后还有旗片 你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前面去 整个空立 对 你以为的C柱 但不是C柱 那个是汽流的导引的片 然后它的引擎是直接外露在外面的 V12 对 12缸 而且它的V12的6.5升V12 光是引擎本身就有825匹的马力输出 那它的变速箱呢 是采用了八速的双离合 那这个是全新开发的 搭配上面的一个电动马达 所以它的引擎安装啊 以前的这个Aventado的引擎 它是反过来的 变速箱在前面 引擎在后面 那现在的这个Revoito呢 它是转过来 引擎在前面变速箱在后面 那然后利用这个部分 三颗马达 加上这个825匹的引擎 所以重效是1015匹 所以代表它的这个马达 前面两个加后面一个可以有190匹马力的 同时它没有到档 到档就直接用电动马达执行 而且它可以四轮转向 是的 这个四轮转向当然就是在操控的部分 因为它车身刚性更强 更轻的同时 藉由四轮驱动跟四轮转向 而且呢 前轮的是电动马达控制的 所以你可以去想象 在一叉这个部分交由电脑 可以去执行许多的任务 那帮助你在驾驭这个1015匹的时候啊 可以更轻松更游刃有余 它显然也要透过它的主动尾翼吗 来增加它的下压力 这个尾翼的部分可能 如果不仔细看 你会觉得好像不会动 你看它可以伸 它是可以伸这样的 那在这个尾翼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排气管 如果你注意到这边有一张贴纸 注意高温 注意高温 这个排气管是放在上面的 然后温度虽然非常的高 可是它这样的设计是有道理的 因为把排气管往上放的时候呢 车身底部就多出了一些空间 那这些空间作为这个diffuser的设计的时候 它把这个diffuser位置抬高 更大的空间相对 它空气从车底流到后面的速度会加快 相对你在贴地的效应会更好 下压力会更稳定 然后再搭配刚刚提到更快的速度 0到100只要2.5秒 0到200也只要7秒 02007秒 这个成绩实在也很巨 然后再加上它引擎还是一样 是6.5升的V12的NA引擎 所以相对它刚刚提到非常非常多的一点 有点综合在一起 也就代表这台车在让你可以享受 这个Namborghini V12 最原始最狂放的速度跟范围的同时 它还可以保有这个高科技的那种电力系统 所提供给你的那种舒适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新世代的当家旗舰超炮 它融合所有你要的于一身 好 闸道士车门 它肯定是很帅的 然后我们现在坐在车内 它让我想到宇宙飞船 我刚刚就有讲到了 对 这是属于火星来的生物 我们是抱着善意而来 为了地球和平 好的 那你看到了 我真的觉得很漂亮的一些元素 连出风口 每一台车上面都有出风口 Rebuilder的出风口 就是很有设计感 中间这里 你看这种满满一个V字形 对不对 然后旁边的出风口也会让我觉得很像过去你看到那种水箱护照的那种造型 整个给你的印象就不是那种传统的车子会有的元素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了 界面 对 亮起来了 Rebuilder它开始要醒过来了吗 你的方向盘上面我注意到了好多旋软 其实这个是它的主要的4个选项跟性能的部分就在这里 比如说它的EV这个是重点 因为这个是过去的Lamborghini V12车型从来没有过的 它的EV Mode里面呢 它有几个选项 比如说它有Recharge嘛 这个当然是Hybrid车款 所多出来的功能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 另外因为现在没有发动的 不然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Performance的选项 那这个红色的部分 这是它的行车模式嘛 那行车的模式里面有多一个Cheetah 那Cheetah的部分就是它的市区的 存电行驶的功能 那像它这个还有Strada 还有Sport 还有Corsa这些选项 那这个部分 所以街道赛道 对 然后还有悬吊 悬吊这个部分也是 那另外在尾翼的部分 它也可以透过这个旋钮跟按钮 去把尾翼升起来 比如说引擎的状态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 滑进来 就从这里就跑到这里来了 哇 对 那 那比如说这个 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就这么一波 它出去在中央萤幕上 对 它就跑过来了 这个是它这一次设计的 很炫的一个功能 对 那这个部分它也可以在这里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因为我前方有选了一个 9.1寸的附架萤幕 是 然后你一样 我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做联动 是 整个插片好好玩哦 对 那就是提供你一些比较多的 想象的空间 然后比如说空调的部分 像它这个风量 你可以藉由这个两个手指 去调整它的风量 大家有看到吗 是这样子调整的方式 对 它藉由这个去做调整 除了科技的同时 比如说刚刚非常多的功能操作之外 你坐在车上 你也可以是非常舒适的 因为这张座椅 以前的Rambo V12可能会觉得说 晒车同意把你身体包的紧紧的 晒到上面 驾驭的非常非常紧绷 所以有时候你坐久的话很累 对 可是这张椅子 这张椅子坐起来 你会觉得很舒服 甚至于 我觉得如果你是拥有这个车的车主 你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 你的小朋友可能会非常期待你开着这部车 载着他去上课 去兜风 去上课 你当他载到开这部车 载你小朋友到学校上课 他下车的那一瞬间 有砸到车门开起来 小朋友下车 哇 他通常会把这个爸爸尊敬为是英雄 那你就马上变学校的风云人物了 真的 因为有这么炫的一台车 我会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这台车真的很舒服 你即便在小朋友出门 你意思是说通勤也可以 也可以 而且甚至还有因为有EV模式 而且我刚刚提到 比如说使用性的部分 嗯 他的这个 杯架 哦 这个很重要 以前的Rambo 里面是没有杯架 可是他现在居然可以有杯架 雙杯架 对 那在使用性的部分 比如说像 你上车之后啊 你可能找不到 很多可以放东西的空间 其实这一部车上 现在都有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 他可以放你放一些太阳眼镜啊 手机啊 一些杂物 那这边还有两个泰布器的 卡孔嘛 那这边同样的 有一个可以让你放东西的地方 后面这边甚至还可以放 一个高尔夫球带 在这里面 所以其实 这部车虽然是超跑 非常 快的速度可以让你享受 操驾跟 驾驭的快感 但实际上 他在一些舒适性啊 使用性啊 各方面可以满足你对用车需求的部分 也是有顾虑到 所以其实牛 还是有与时并进的 不会说牵到北京还是牛 他还是牛 但是他更强更狂 但同时又有很好性格的牛 对不对 我觉得越来越精彩 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聊一聊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好选项 你知道很多爸爸是这样 我又要拥有车 我又想要模型 现在我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 我拥有超跑的乐高 稍后我们有礼物要送给大家 马上回来 地球王金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选举 真是树立桥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台下游门 地球王金线邀您一起上线 字幕志愿者 杨树立桥